當時其實會投資日本的房子也是因緣際會的 因為我跟太太都會說日文 所以對日本本來就有一個比較不一樣的感情 一開始我們其實買第一天 我們是想說以後有機會退休了 把那個地方房子拆掉 在自己蓋的一個自己設計的房子 那後來我們又多買了幾個 其實就有很像插旗的那種感覺 在日本怎麼樣去選點 因為他們日本有東京23區 並不是每一區都有它的一個保值的空間 Joey Life 提供了很多寶貴的意見 最大的優點當然是對我們這些房子來講 是省了很多的麻煩 很多的投資人 他並不是懂日文的 甚至他不是住日本的 其實像Joey Life 這樣那種跨國的物業管理公司 我覺得是非常大的注意 因為它可以用中文 對於這些不熟悉日文的房東來講的話 會有很大的注意 那至於我們配合這兩三年來講說 他們的服務 對於房客的服務 然後對於事件發生的一種處理 我覺得它也做得非常好 至於結稅的部分 Joey Life 也會幫你去做一個很好的規劃 在日本投資不動產 跟在台灣投資不動產 是非常大的差別 台灣不動產的投資資訊 非常的不對稱 因為你有可能去看房子 它給你開70萬一瓶 但是所有成交價可能只有50萬 那甚至連佣金的帕出都可以談 日本的不動產方式 它主要是以租金報酬率為主 而且他們的不動產的平台 是非常的透明 基本上你的房子的價格 你該抽的買賣方式的佣金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可以談的部分 所以你今天在很初期 你就可以知道你的稅金 然後你的轉移的金 然後甚至一些中介金 你的報酬率可以算得出來 甚至你房子的租金 都可以知道說這一區大概月累了多少 而不是任由房東去寒假 最後插在那個新宿的門牌 就會覺得說 哇 新宿也有我自己的房子 那種感覺是有一種莫名的成就感 那我覺得這是難以言喻的一種快感吧